呀呀呀呀呀呀啊 我 花光 这是谁 别别 画手 一种自然的恐惧 自我散发的一种恐惧 就是 就是可能也对这种 就是停电 关灯 然后黑暗 有连锁反应 就会觉得 今天可能是 不太美好的一天 你有应急灯 还不如没有应急灯 要么就是全黑 全黑其实也不害怕 因为你什么都看不见 要么就全亮 全亮就肯定不害怕了 最怕这种微弱的灯光 或者是闪烁的灯光 这种时候对人的这个 心理的催残是极大的 我们冷静思考一下 怎么离开这个房间 对吧 咱们现在有几个门 就一个门 好 推开它试一试 刚才亮的时候被人不给 因为进密室第一件事情 是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要找门 你要知道你从哪出去 这很重要 是右手吗 我刚刚看一下没错 是该看的吗 我不知道啊 拿这个镜子是不是能反光啊 对 是 你看 揍我去了 照妖精 照我的腰 雪衣在没在啊 雪衣要在就能开了 开门吗 你把门拿开 我是个人物 我要把门怎么打开 不是要敲门吧 敲门 对 有礼貌的时候是这个 结果一敲门 喂 有你快递 找错了 再来 如果是你的话 我要咱们开门呢 钥匙孔被堵住了 怎么办 我觉得是找别的门 你有提出会不会有另外的出口 因为我刚进到这个环境里头 我就去看那个门 先看看门 什么门啊 什么门 我大概看了一眼 好像是用钥匙开的 我找完它的所有的私人物品之后 发现没有钥匙 又去仔细地去摸了一下那个门的那个钥匙孔 然后其实它是被堵住了 它是不能用钥匙开的 那就说明这儿不是出去的一条路 所以肯定还有别的处方 因为当时灯关了 就当时已经停电了 所以我是不敢靠近那个门的 因为我很害怕 所以我从头到尾都没有靠近那个门 那儿呢 那儿能走吗 杨幂很厉害 她发现了那个出门管道 她秘密姐说完的台风管道我就知道 你应该就是那儿了 干净 只有用拒绝告诉我 就是那儿了 还真是 我爱我自己 好笑 如果那个门出不去的话 我们应该是有其他的听到 然后所以我就顺便看着看 因为之前好像没有关注到那个口 然后关注到了以后 我发现 也许那个地方可以出去 就是 应该是我的天赋吧 好笑 好笑